嗨 大家好 我是秘密基地的普魯圖拉 那我們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主題是 如何在山上解決生理需求 那我們這邊聊的生理需求指的是說 例如說如何在山上上廁所 因為很多人可能沒有爬過山的人 他會無法想像在戶外啊 你沒有一間廁所你該如何解決這件事情 所以甚至有的人會因此不敢來爬山 我是覺得非常可惜啦 那第二個部分是女生很常遇到啊 在山上遇到月事來 那到底遇到的時候該怎麼辦 或者是是不是月事來的時候就不能爬山 那主要我們會分三點跟大家做討論 第一點是在上廁所的時候地點的選擇 那第二件事情會是拍衣我們要如何處理 第三件事情是垃圾我們要如何處理 那首先在地點的選擇方面 有幾個注意事項 第一個是請遠離營地 有些地方它看起來很平坦 那它可能有再營過的痕跡 甚至是你知道那邊本來就可以做營地 那就請避免在營地裡面上廁所 例如說我曾經在爬阿西縱走的時候 我在九瓶營地那邊再營 我只是想要打個營地而已 我把石頭翻起來發現下面就是一坨石 那其實感覺非常糟糕 我覺得一整天心情都很不好 所以請一定要注意上廁所第一點要遠離營地 那第二個部分是請遠離水源 水源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 我們在身上一定要找到水源並且取水來使用 可是呢今天只要你在水源附近上廁所阿 你就一定或多或少會對水源造成一些污染跟影響 甚至是有些地方它的水可能比較沒有那麼流動 甚至它是死水 例如說加羅湖阿松羅湖阿 或者是流動速率緩慢的水上森林等等 這種地方尤其要避免在水源附近上廁所 因為你會對水源造成污染 那可能我們在取水的時候就會有一些比較不好的狀況啦 那第三個部分是請遠離步道 像我之前有一次去爬大壩的時候阿 我在往中壩山屋的路上 我只是轉一個彎 然後就看到一坨石拉在路正中間 上面還蓋一張白色的衛生紙 好像要幫它抄渡一樣 你在路的中間上廁所 其實你是會對其他使用者造成困擾的 所以請離開步道 請你們在離開步道的時候阿 要注意安全 不要因為要找一個好地點 然後就失足或是走到泥土 這樣這都是曾經發生過的 還有一個小小細節 我們自己會比較注意的是 很多時候這條路的周遭曾經有人住過 那他們可能會遺留下一些遺址 甚至像布農族他們都會把他們的過世的往生者 葬在家屋裡面 我自己心中都會稍微跟他稍微說一下 誒不好意思打擾我要這邊上個廁所這樣 第二點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處理你的排椅 當然小便的話就會比較輕鬆啦 比較不會說太嚴謹這樣 那在大便的部分阿 我們都會請大家要帶一把貓鏟 挖一個貓洞 那通常建議是一隻鏟子的寬度跟深度 上完廁所之後 把你的排椅加一些枯枝露葉 稍微攪拌均勻之後 再把土覆蓋上去 那最後上面再灑上一些枯枝露葉 去做掩埋這樣子 然後注意有一個重點是 不要把土給壓實 因為當你把土壓實的時候 你的空氣無法在裡面殘留 讓細菌去滋生 那你的排泄物代謝的速度就會變滿 當然自己垃圾自己帶下山是非常基本的 那我們自己會比較建議的處理方式是 你上完廁所之後你的衛生紙 或是私室衛生紙 用夾鏈袋包起來 然後帶下山去丟 然後用夾鏈袋有一個很大的好處是 它的味道比較不會外洩 你比較不會覺得那麼奇怪那麼不舒服這樣子 甚至是你可以再想得更環保一點 例如說你在買你的行進糧的時候 你可以挑一些果乾啊 或是挑一些堅果類的食物 它的包裝袋本身就是夾鏈袋 那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垃圾袋 那接下來我們邀請我們兩位夥伴來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是女生 你有沒有一些上廁所的撇步啊 或是你要怎麼樣處理你月事的問題 嗨大家好我是五七 然後我的第一個方法是帶雨傘 雨傘這個東西就是如果你下大雨的時候也可以用 前提就是要比較輕量化的雨傘 那再來是上廁所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你的路就是沒有辦法找到轉角 或是沒有遮蔽物的時候 其實你帶著一隻雨傘然後去上廁所 大家也會知道就是你要去上廁所 大家會盡量會避免去往那邊看 那你也可以在不用走到那麼遠的情況之下 很方便的就可以開始上廁所 第二個是如果你對就是上廁所這部分很介意的話 在穿著上你可以選擇就是一片裙 就是它會這邊會有一個裙子 那跟褲子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因為褲子就是要整個脫下來嘛 那一片裙子就跟我們平常穿裙子一樣 就算蹲下來 那還是會遮住你的重要部位 所以你在心理上面就會更舒服一些 那女生上廁所的確就是還是有一定的麻煩度 那上面兩個也只是一些小小的方法 通常你只要走到你看不到別人的地方 那別人也看不到你 就不要給自己在上廁所上面有太大的心理壓力 適時的再用上面講的兩個小撇步 就是會讓自己在上廁所這方面心理更好過一點 哈囉大家好我是智傑 那我今天要來和大家分享 在山上的時候如果遇到月經的話 該如何準備 那因為我自己是有很多次爬山的時候都剛好遇到月經來 一開始其實都很驚慌 就覺得啊怎麼那麼倒楣這樣 但其實我覺得在山上有月經來並不會有太大的麻煩 其實就只要做好一些準備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第一點就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主要是會用棉條 那我通常可能就是如果月經快要來 就算週期沒有非常的剛好 我就可能會先帶著 就可能會預期四天的量 然後一天大概是抓四到五個棉條 那我棉條我會選擇就是沒有導管的那種 因為在山上其實垃圾的體積是很重要的 要考量的一個要點 所以如果它還會有導管垃圾的量太多了 第二點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關於清潔的部分 那因為大家在月經來然後如果沒有水 在擦拭上會覺得需要用到很多的濕紙巾 那我在此想要特別跟大家講說 我自己在挑選濕紙巾的時候 我會挑就是它背後會寫 就有的是有不織布的那個成分的濕紙巾 那我自己是很不推薦這個 因為這就比較不環保 所以我會特別去找濕濕的衛生紙 因為月經來的時候真的會用量比較大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一天用了一大堆濕紙巾 真的是很浪費 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是像去城市 有賣這個濕濕的衛生紙 它就是重量也還包裝上還蠻輕巧的 然後就是它也是不含酒精 所以你擦拭這個部位的時候也比較不會刺激 然後它又是可以在水中沖散的 所以我自己都會覺得用這個是我會覺得 雖然用量大一點也不會覺得太愧疚 我覺得好像製造了很多垃圾 然後第三點想要和大家討論就是 不要太依賴眼睛藥 那因為我自己會覺得說 在山上因為很多狀態的不同 所以有時候眼睛藥不一定會產生原本預期的效果 所以就是無論如何都還是要做到 就是原本要帶的像棉條啊 護墊這些東西 那就是這樣會在爬山的時候 比較不會去擔心說 或不會突然這個來了然後沒有做好準備 很難完全在安排行程的時候 就避開自己的願景 所以其實如果可以在山上就做好 就是習慣這件事情有時候會發生 然後就可以讓這件事情不會造成自己爬山的時候不舒服的一個原因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都會回覆大家 如果有任何想要知道的關於雞他的問題的話 也歡迎告訴我們喔 那今天就到這裡啦 感謝大家 掰掰